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相比于天坛的规模与气势 地坛稍显逊色 但作为中国古代祭祀地神的圣地 他也承担着极为重要的职责与使命 古代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土地对于人们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因此祭祀地神是古人非常重视的一项活动 明清两朝 地坛作为皇室的祭地之所 曾一次次地上演庄严而盛大的祭祀仪式 那么明清时期的地坛祭祀大典 究竟体现出怎样丰富的文化内涵 究竟是怎样繁复的祭祀礼节 让皇帝和大臣们难以忍受呢 湖南大学刘肃教授做客白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中国古建筑背后蕴含的文化内涵 今天播出系列节目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二季 第三季 匠心地坛 敬请关注 大家好 前面我跟大家讲过天坛 是祭天的地方 今天呢 我跟大家讲讲地坛 地坛是祭地的地方 跟天坛相对应 我们一般老百姓都知道 这个土地公公或者土地爷 这个神呢就是地神 地神本来应该是一个伟大的神 怎么在我们的影视作品中间呢 它变成了一个慈祥可爱 甚至有点滑稽的一个小老头的形象 是吧 那么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的话 当然这个是一个历史演变过程 地坛祭祀的主神呢叫皇帝祁 这个皇帝祁神呢 说实在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那个土地公公啊 地祁神呢 这个祁呢本来也就是神的意思 皇帝祁神呢 他有一点这个概括的意思 就是说呢 各路神 所以这个皇祁祀啊 他当时实际上是各路地神 把它综合到一起 皇帝祁呢 也有一点综合的含义 就是因为他是在演变过程中间嘛 最初的地神 那是很威严的 而且呢 最初的地神是女神 就是后土娘娘 中国古代啊 这个皇天后土 天神是男的 地神是女的 阴阳天地 乾坤男女 是吧 这都是互相对应的 所以呢 那么最初的这个地神呢 就是祭祀 后土娘娘的 然后地神 然后这个土地爷 最后的干涉就是叫皇帝祁 就是综合了各种地神的一个称呼 所以叫皇帝祁 因为中国古代是农业国 那么土地之神就掌管着山川河流和天下万物生灵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这个地神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 所以我们第一个问题先介绍一下祭地之礼 就是祭地的这个礼仪 刚才说到最初的祭地呢 是祭后土娘娘 或者就是统称后土之神 那么这种神的话呢 是在秦汉时候就开始有的 那么最早是这个汉武帝 在山西的焚音 今天的万荣县 就建了一个后土祠 最早是以祠庙的形式祭地 而不是这个坛 这个图呢 就是当年的那个山西万荣的这个后土祠 当然这个建筑今天还在 不过呢 今天的这个建筑是后来修的了 就不是原物的保存了 当然今天也是重点文物了 这是那时候以祠庙的形式来祭地 前面我们说祭天的时候 五则天 把这个天地合祭 其实在这个之前 天地是分开祭祀的 就是五则天因为是位女皇帝 这个阴阳关系 天为阳 地为阴 男为阳 女为阴 那么这样的话呢 这个五则天 这个女皇帝 她要祭天祭地 分开祭的时候呢 还遇到一些礼仪的麻烦 于是呢 就改革礼仪把天地合起来祭祀 到了明朝的嘉靖皇帝 再一次改革礼仪 就把天地又分开祭祀 这就形成了今天北京的南边的天坛 北边的地坛 东边日坛 西边月坛 那么明朝嘉靖九年的时候 正是把天地分开祭祀的时候呢 就在北京的北边偏东的安定门外 祭地 祭天在南郊 是圆秋 前面我们看天坛的时候 就是圆形的这个坛台 那么祭地呢 是北边的方则 就是呢 要在北边 又是方形的 而且不是高处的坛台 是要沉下去的 则是个池子 所以正因为是这样的话呢 这个地坛就形成了一种特别的形式 我们今天看那个地坛 有一个方形的坛台 但是坛台的周围有一圈沟 很深的一个水沟 那个呢 今天是叫做折渠 叫折渠 那么为什么会有一个很深的水沟呢 实际上它本来并不是水沟 而是这个方折 本来就是一个沉下去的 一个池子 是沉下去的 不是高处地面的 沉下去一个池子 然后在中间 这个池子里面再建一个方台 于是就形成了 我们今天看见的这么一个 周围一圈沟的这个形式 另外地坛的祭祀呢 也有一个重要的功能 就是求雨 前面我们说天坛的时候 也说到了天坛也有这个求雨的那个功能 那么地坛也有 就是我们说的渔寺 繁育天大汉的时候 皇帝有时候到天坛 有时候地坛就来求雨 因为农业国太需要这个天地的这个保佑 你要说嘉庆十八年就遇到大汉 看着样子会要颗粒无收 那么嘉庆皇帝亲自跑到地坛来求雨 在五月二十四 就到了你举行了一个重大的这个求雨的仪式 结果果然求完雨的五月二十六 就产生灵验了 开始是在这个圆明园的地方 下了这个树雨六寸 后来呢 五月二十七 又在北京城里面又下雨三寸 结果在迎时之后呢 庞陀大雨下了三个石城 然后土地都下得完全湿透了 完全湿透了 所以这个老天好像被感动了 就是求雨成功 这个地坛求雨啊 这个是在历史上的经常发生的事情 刚才说这个清朝的皇帝在这里求雨 那么明朝也是一样的 就说这个万历皇帝 我们知道这是历史上曾经非常的 这个懒惰的这个皇帝 二十年不上朝 不骄不妙不朝不见 又不祭祀又不上朝 会见朝臣解决问题 那么就是这么一位懒惰的皇帝 有时候他遇到这个大汉 那也不得了的事情 也要祭祀 曾经历史上这个有记载 就是万历皇帝 这么一位懒惰的皇帝 他也有过到地坛来祭地的这个记录 当然这都是在万历前面的这个十年中间 他是比较勤政的 后面确实就懒惰了 那么在明朝万历年间 实际上后来这个地坛就完全荒惠了 因为皇帝二十年不上朝 那么不祭祀的时间更长 皇帝没去过 后来就荒惠了 完全荒惠了 那么这个在清朝的乾隆年间 再又把它重新修起来 那么清朝乾隆年间 修这个地坛的时候呢 就进行了比较大的改造 一个是颜色把它改了 原来的地坛的那个坛面 是黄色的琉璃砖 在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 把它都改成了青色的石板 另外呢 就是个坛台的这个周围 方形的这个围墙呢 原来是绿色的琉璃网 那个墙的顶上啊 原来是绿色琉璃网 到清朝乾隆年间的时候 全部都改成了黄色琉璃网 当然这也符合于地的这个特性 地就是黄色 地坛建筑在乾隆皇帝的改造之后的话呢 后来清朝各朝的皇帝 都很重视地坛的祭祀 一般都是清零祭祀 但是呢也是在特定的时候 就是呢 由皇朝的这个官员和这个皇亲贵族 来代替祭祀 地坛的最后一次祭祀呢 是在清朝光绪三十三年 就是一九零七年 那就是光绪皇帝去世的同一年 清零地坛进行祭祀 然后光绪之后 我们知道就是换成了小皇帝 叫溥仪 那么再也没有到地坛来祭祀过 所以清朝光绪三十三年那一次呢 就是地坛的最后一次祭祀 从此以后 地坛就再也没有进行过祭祀 那么到民国的时候呢 地坛曾经改为公园 那么呢 再后来的话呢 就在这里举行这个庙会 这个今天地坛庙会呢 也成了这个北京的最大的一个民间节庆活动 这个地坛庙会很著名的 全国都知道 所以呢 这就是地坛的这个历史的一个 一个经过 一个经过 到这之后 地坛也就算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今天就变成了一个人民的这个公园 但是那些祭祷的相关的建筑 全都保留在那里 祭祀文化 在中国已延续了上千年 早在周朝 就已经形成了一套完备而繁复的礼制 随着时间的流逝 祭祀文化 不断丰富于演变 千姿百态 形式各异的祭祀礼仪 也随之丰富于发展 皇家的祭祀仪式 无论是规模还是礼节 都是寻常人家所不能比拟的 庄严典雅 繁复严密的祭祀仪式 不仅体现了皇室的尊贵与雍容 也体现了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性 那么 明清两朝的祭祢仪式 究竟是怎样一番盛大的场景 仪式中又有着怎样繁琐而严格的礼仪呢 地坛的祭祀 也很特别 因为地神是主管山川河流和地上万物的 是一个大神 所以在祭祀的时候呢 也要有配寺 也像天坛一样的 祭祀的配寺呢 是五岳 五镇 四海 四独 还有各路的这个 明山大川 就是跟地相关的 都要在这里配寺 尤其最重要的是五岳 就是东岳泰山 西岳华山 南岳恒山 北岳恒山 中岳松山 这五大三岳呢 就是呢 按照中国古代阴阳五行观念 天下万物 有金木水火土 五种元素组成 那么呢 天下 这个和金木水火土 所配的呢 就五方 东南西北中 还有这个五阴 公商爵之语 五色 青翅 黑白黄 等等 是吧 那么这些个都是 相应的 那么其他我们不说 就是这个五方 东南西北中 就是天下统一的象征 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呢 就是天下五方啊 东南西北中 各有一位大神 在管着 东边是清帝 是太后 也是木神 南方是赤帝 也是火神 是祝荣 那么这个相应的五方 都有五个神来管辖 那么皇帝呢 都要祭拜 这五方的大神 求得他们保佑一方 是吧 天下太平 国泰民安 所以呢 祭帝的时候 和帝相关的 明山大川 五岳五镇 四海四独 是吧 都要一起来祭祀 那么这些个帝神呢 也都不是塑像 都是牌位 跟天神一样的 这个就是我们看到 这个地坛的祭祀的时候 就把这些个牌位 都请出来 挪列在那个方泽坛的 那个四周 进行祭祀 这个就是地坛祭祀的 这个一般情况 说到地坛的祭祀的话呢 也是非常严格的 因为是皇朝的祭祀 非常的重要 地坛的那个主殿 叫做黄祭祀 黄祭祀里面呢 平常就供奉着 这些个地神的牌位 包括这个土地之神 包括刚才说的 五岳五镇四海四独的 这个牌位 都供在那个黄祭祀里面 所以那个位置 都是非常准确的 不能够乱的 所以像这个 清朝嘉庆年间 有一次这个嘉庆皇帝 就派的一个皇亲 这个陈亲王 去那个黄祭祀里面 整理这个牌位 那么这个陈亲王呢 也是因为不小心 就把这个牌位的位置摆错了 嘉庆皇帝就大发雷霆 这个地审的位置 怎么能做呢 于是就罚他 罚他闭门思过 捡了十年的俸禄 这个十年中间 你就拿半星 这个就是说明 帝王对于地神的祭祀 也是非常严格的 然后这个祭祀的这个过程 也是非常非常的 这个繁琐 刚才说到的各路神仙 各路地神的这个牌位 都罗列在那里 皇帝祭祭的时候 他要在每一个神牌的前面 都要行三跪 九寇的这个大礼 那么这样的话 这个算下来 皇帝在这个整个的 祭祭的过程中间 要跪七十多次 要扣两百多个头 虽然这个跪为皇帝 那么在这里 这样的劳内 那也是不得了了 所以皇帝在中青年 还可以 到了老年 那就确实是干不动了 乾隆皇帝 在位的时间有六十年 前面五十年 都是清陵帝 谈祭祀 所以呢 乾隆皇帝 是庭政的一位皇帝 但是到后面的十年的时候 他也没有来了 就是也是委派 王公贵族和朝廷大臣来 确实就是因为 这个祭祭的这个礼仪 这个程序太复杂 所以你像这样 跪七十多次 扣两百多个头 那么对于皇帝来说 确实是很劳累 所以这种 不光是皇帝劳累 那就是这些个朝廷大臣 都跟着来 也都觉得很累 所以朝廷 大臣们就躲 经常就躲 遇到这种祭祀就躲 有一次这个嘉信皇帝 这个祭祀的时候 就本来按道理 理智上规定的 就是各部大臣 九卿 都要来陪祭的 但是那些个大臣们 就借故来躲避 就不来祭祀 不来祭祀 也不是不到这里来 往往那些有时候 就找借口来给皇帝上奏折 就不参加这个祭祀了 就给皇帝上一下奏折 然后就走 所以呢 真是到祭祀的时候 这个场面就很冷清 就很冷清 所以当时嘉信皇帝 就发大脾气 就说 今天这一天 到了地坛 又没有参加祭祀的 都要严查 然后主持这个祭祀的 这些个官员们 也要查 你这个管理不严 所以呢 那一次的话 就严查 后来的话 就这个 就大家就不敢了 这个也说明什么 那个祭祀的过程呢 太复杂 因为所有的神牌面前 你都要会啊 叩头啊 这也说明这个祭祀的 这个仪式啊 它的这个繁复 说到地坛的话呢 我们还有一个东西 也不得不说 就是农村遍地 可见的土地庙 这个也是地神 那么这个地坛 跟这个农村土地庙的地神 是个什么关系呢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 前面开始的时候 我也讲过了 地神本来是一个 很伟大的神 主管山川河流 天下万物 是吧 那是一个大神 很了不起的 为什么演变成了 这么一个 可爱的小老头呢 是吧 在我们的影视剧中间 经常出现的 首先是由于这个 祭地的这个 等级的不同 而造成的 因为真正的地坛祭祀 包括过去的 这个泰山风扇啊 等等这些 是吧 那么呢 和祭后土 那都是皇家的祭祀 因为祭地跟祭天不同 祭天呢 是必须皇帝一个人亲自祭祀 其他任何人都不准祭的 而祭地呢 就不一样 皇帝要祭地 这是代表中央王朝 但是各地方的官吏 甚至于民间老百姓 都可以祭地 你就祭当地的那个土地神 所以呢 这个因为这个等级的区分的话呢 就造成了一种呢 皇帝在中央祭地 那就是正规的地坛 而各地都可以有 这个地方上的设计坛 还有就是民间老百姓的 这个土地庙 所以今天我们在农村的 这个村头地角 都看见这种小型的土地庙 那就是民间祭地神 那就跟这个中央的这个 这个地坛里面祭的地神 和原来这个厚土词 还是有本质的区别 实际上就是一个等级的差别 地神在我国有着重要的地位 它象征着万物的本源 山川大地 是人类赖以生存的根本 也正因如此 祭地一世 会将五月 五镇 四海 四独 作为配寺 共同祭拜 而祭祀这些重要的 明山大川 江河湖海 明镇五地 除了表现人们对于 大自然与土地之神的敬畏之外 还有着一些特殊的意义 那么这样的祭祀活动 在皇家的祭祀仪式中 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含义呢 下面我们讲一下地坛的建筑 地坛的建筑它的布局呢 首先是在北边 跟天坛相反 而天坛是在南边 那就是坐北朝南 地坛呢在北边呢 那就坐南朝北 它的正向是朝着北方的 所以这样一来 这个地坛的这个布局呢 它就跟天坛不同 皇帝从故宫里面出发 去基地的时候呢 他要从这个安定门出发呢 出了北边的城墙啊 往北边走 走到北边再绕过头 回来再朝南边 再来祭拜 因为这个天地阴阳的这个关系啊 它必须是这样 地坛呢坐南朝北 北边是正门 最南边的那个 这个南天门 上面就是黄旗室 那个黄旗室 是地坛中间最核心的建筑 它的在北边就是地坛 那个坛台 方泽坛 那么它的南边是黄旗室 那就像那个天坛 那个黄穹雨一样 天坛的南边是 环球坛 它的北边是黄穹雨 就是供奉着那个 黄天上帝的那个牌位的 地坛的这个布局也有点和天坛一样的 西边隔得比较远 往东边偏 因为还是呢 东边为大 所以呢 这个 它的中轴线也是往东边偏 跟天坛一样的 因为这么一种布局 皇帝这个走路也麻烦 就要这么绕着走 然后后来有一次这个乾隆皇帝呢 就改革了 他就从西边 这么走着走到北边 绕过来 然后往南边祭祀 祭祀完了以后呢 他就从西边这个门出来 就回去 祭祀完了嘛 就从西边这个门出来 就往南边回去 这就省了那个 绕一大圈的这个路 这一从西边一出来的话呢 这就是改革了 乾隆皇帝这么一改的时候呢 后来的皇帝也都变成 从西面进来 这就至少不绕那么远了 于是呢 就在西边形成了一个牌楼 这就是这个今天 我们看见的地坛牌楼 为什么有牌楼呢 就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当年 那个乾隆皇帝赶了一点 进路从西边出来 后来的皇帝就说 乾隆皇帝这么做 对 我们就从西边进 于是就在这个地方 里来一个牌楼 当然这个牌楼 在过去的时候被拆掉了 现在的这个牌楼呢 是后来重建的 当然讲到这个牌楼的话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 简单介绍一下 建筑学的知识 中国的这个牌楼 有时候叫牌坊 有时候叫牌楼 那个区别在哪里呢 一般的情况下 是没有区别的 你叫牌坊 叫牌楼 都没错 都没错 但是如果 严格从建筑的角度 上面来说的话 这个区别就是什么呢 有上面那个小屋顶的 叫牌楼 没有那个小屋顶的 叫牌坊 是这样严格的区别 为什么呢 在建筑上面 中国的古建筑上面 那个小屋顶呢 叫做楼 而且这个牌楼的名字的话呢 就叫几间几楼 间呢 就是开间 两根柱子就像开间 那么呢 一个牌楼 它的造型 是什么样呢 你像这个叫三间七楼 三个开间 是不是 三个开间 上面有七个小屋顶 所以叫做三间七楼 有的三间三楼 三间五楼 所以平常我们说 要严格的 准确的说一个牌楼呢 书上有时候说 这是个三间七楼牌坊 这是三间三楼牌坊等等 我们一看就知道 是什么意思了 平常我们说牌楼牌坊 没关系的 没有严格的区分 从建筑上面 这是告诉大家一点 建筑学的小知识 好 这个地坛的这个牌楼 形成以后 后来就成为了一个惯例 人们进地坛呢 就从西边进来了 就不绕到北边这么进来了 而是从西边这里就进来了 省掉很多路 而这个牌楼在1953年 这个北京城的这个道路 扩建的时候呢 这个牌楼也被拆掉了 后来再重建起来的 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 这个老照片 这就是当年的这个地坛牌楼 那么地坛的这个建筑 刚才我们说过 它的主体是那个方形的坛台 两层的坛台 那么坛台的半边 就是这个黄骑士 黄骑士里面就供奉着地神 和五月五镇四海四独的 各路地神的这个牌位 都供在这个黄骑士里面 到祭祀的时候就把各路地神请出来 放在那个坛台上面进行祭祀 这个中间呢 当然最重要的是地骑神 在祭祀的时候 把这个地骑神的牌位 就请来放在那个坛台的上层的中央 而其他的五月五镇四海四独的 这个牌位呢 就罗列在第二层的坛台上 我在这里再讲一下 这个五月五镇四海四独啊 它是一种政治上的象征 甚至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前面我们介绍了 它是因为五方大神的 那么一种信仰 而这种信仰的话呢 后面演变为一种政治性的一种 这个信仰 因为东南西北中五方有五个大神 皇帝每年到了东边 山东就一定要去祭泰山 如果到了西边就要去进华山 到南边就要去祭恒山 到北边就要去祭恒山 到了河南就要去祭那个中越 另外呢除了五大这个越的话呢 还有五镇 这个五镇呢分别是东镇的山东的宜山 西镇是这个陕西吾山 中镇是山西的霍山 南镇是浙江的快基山 北镇是辽宁的伊乌柳山 那么这个五镇呢实际上是配合着五月的 五月的象征的话呢 它的这个政治含义呢 我在这里再说一下呢 非常非常的重要 非常重要因为它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宋朝的时候啊 在南宋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北边金兵南下 这个北宋灭亡后来就退到长江以南 成为南宋南宋的时候呢 这个五月呢很有意思啊 这个象征啊 当时北边的这个五月中间的四月都已经被金兵占领了 东月中月西月北月都被人家给占掉了 而这个南方的这个汉族政权呢 非常的可怜 这时候五月丢掉了四月 所以呢 这个五月实际上皇家的祭祀是国家统一的象征 它是政治性的 是政治性的 不是这个这个宗教 这是刚才讲到五月五正之所以重要 那么四海呢 这是中国古代关于地理观念的一种模糊 因为中国古人不太知道这个周边的这个地理的情况 以为中国的四周都是海 东海西海南海北海 西边没有海 西边是大陆 但是古人不知道 还有四渡呢 就是中国古代四条大河 四条流向东海 都流到海里面去的四条河 一个是长江 一个黄河 一个淮河 一个济水 这个是江河淮济 就是四个排位 江就是长江 河就是黄河 那么后来是这个地理变化 济水的下游就变到了黄河 就跟黄河一起入海了 淮河的下游呢 就并到了长江 所以今天中国是两条大河 流向大海 就是黄河 长江 是吧 那个淮河济水 是并到长江和黄河里面去了 是这样的 但是这些都是各路地层 都是在这个 祭地的时候 都要一起来培祭的 就罗列在那个 方泽潭的这个四周 地坛中的主要建筑 黄崎市 近临方泽潭而建 位于方泽潭的正南边 这座大殿体量不大 但却极为尊贵 祭地仪式中 所祭祀的神灵牌位 都被庄严地供奉在这里 自地坛建成之后 黄崎市也经历了 几次大规模的修缮与重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 在一次黄崎市的重建工程中 还发生过一件 富有传奇色彩的事件 那么这座重要的大殿 究竟经历了 怎样的传奇往事呢 请继续收看 《如国古建筑会说话》 第二季 第三季 匠心地坛 说到这个建筑的时候 那个黄崎市 这个也在乾隆年间 做了一次改变 这个黄崎市在明朝建的时候 原来也是绿色琉璃瓦 那么在清朝的这个乾隆年间 改成了黄色琉璃瓦 那么在改造以后 就一直保留下来 保留到今天 当然在后来也有过修复 也有过修复 最大的一次修复呢 是在这个八十年代的时候 八十年代的时候 这个建筑已经非常的破旧了 当时要修的时候呢 因为年代久远了 这个资料也非常的缺失 当时关于这个黄崎市的 这个建筑的这个资料啊 怎么找都找不到 历史记录档案啊 照片啊什么的都找不到 甚至它是什么年代 最后一次修啊 是什么年代都不知道 然后呢 这个当时主持这个工程的 北京园林局的 叫做王仲凤先生嘛 就非常的这个焦虑 甚至是白天晚上都想这个事 就是说有一天晚上啊 他自己的这个记载 后来的回忆记载中间 有一天晚上他就做一个梦 就是一个白胡子这个老头啊 就告诉他 就说你要的东西啊 都在这个屋脊上 那个房顶上的那个房顶上的那个屋脊里面 是吧 我一百八十年前放在那里面的 当然这个王仲凤先生呢 这个梦一醒来的话呢 是感觉到有点这个异样是吧 但是也没有太去在意 后来就是拆这个房子 要修的时候 拆这个房子 果不其然 就在那个屋脊里面 就发现一个黄铜盒子 里面就有着 关于当年这个修缮这个黄崎寺的记录 其实按道理来说的话呢 这个是中国的古建筑军 常有的现象 常有的现象 就是重要的殿堂啊 在修建的时候 都在那个屋脊里面 要放点什么东西 有的就在屋脊下面的这个 大梁上面有历史的记载 有的呢 就是在那个屋脊里面 就放了这个东西 那个黄崎寺里面 就准确地放的这个东西 里面就写着 嘉庆五年四月二十七日 五十河农大吉 河农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屋脊最后建好 那屋脊啊 它是从两边往中间建 建到最中央的地方的时候呢 就在这个里面 就要放点什么东西 最后再把它盖好 外观就看不出来了 其实中国主要的 古建筑军 很多重要的殿堂 都是这样的 这个黄崎寺也就是这样的 另外呢 地毯里面也有斋工 就跟天坛一样的 皇帝在祭地的时候 也要事先来斋戒 这个图就是地毯 你的斋工的大门 当然里面还有殿堂 当然地毯的斋工 没有天坛那么大 小多了 规模啊 建筑的体量啊什么都更小 而且呢 地毯的斋工啊 皇帝真正用 用得比较少 因为过去在祭地的时候 经常是要把里面 重新装修一遍 装修的时候呢 往往就是后呢 这个像我们今天装修房子啊 那个土料有气味嘛 是不是 过去也一样 而皇帝到这里 如果你面粉刷一新啊 那个气味啊 他都有时候感觉到不适应 受不了 就好在是什么呢 这个地毯 离这个雍和宫特别的近 实际上就是北京城的北城墙啊 城墙里面就是雍和宫 城墙外面就是地毯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皇帝呢 后来就拿 这个雍和宫 作为斋工 在那里敬斋 斋戒 然后再到地毯来祭祀 雍和宫呢 实际上是康熙皇帝赐给雍亲王 就是后来的雍正皇帝的一个王府 而且这个乾隆皇帝就出生在这里 就是出生在这个雍和宫 正好这个雍和宫跟这个地毯呢 是等于是只隔一个北京的城墙 就是北城墙 皇帝经常到地毯来祭祀 就不住在这个地毯里面的斋工里面 就把雍和宫作为斋工 住在雍和宫里面斋戒 然后再出城墙到地毯去祭祀 所以呢 就形成了这么一个特殊的情况 所以地毯里面这个斋工呢 它就不常用了 就不常用了 地毯里面也有一个钟楼 就跟天堂的那个钟楼一样 这个当然是后来新修的了 这个钟楼里面也悬挂着一口著名的这个大钟 也是这个明朝嘉庆年前修建地毯的时候铸造的 这口大钟呢 后来在这个地毯被废弃以后 也是把它移到了这个北京的西边的那个大钟寺 移到那里保存 讲到这里呢 我就把地毯的建筑就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 那么前面讲了天坛 这里讲了地毯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一些祭祀呢 包括还有祭祀人物的 说孔庙 太庙 这个帝王庙 是吧 还有祭祀日 月 说祭祀先龙 先禅的 那些个坛庙的祭祀建筑的话呢 那我们在后面再跟大家一一介绍 今天就讲这么多 谢谢大家